1944年冬季,燃料短缺的德国面对盟军的狂轰滥炸却无力拦截 正当人们感慨大势已去 望天星探时,一名年轻的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马丁·利皮斯 正带领他的团队夜以继日地研制一种烧煤的三角翼高速截击机P13 利皮斯坚信,该机能以高速撞击的方法将敌轰炸机直接肢解 从而挽救第三帝国与水火 该机长6.7米,翼展6米,高度3.2米,起飞重量2.2吨 它只有一副60度后掠角的三角翼和锤尾 用划车辅助起飞,靠机腹的刚敲擦地降落 锤尾前缘的狭小座舱内,有简单的仪表和操纵杆舵 这架追求轻小坚固和低阻力的截击机,就是现代三角翼飞机的鼻祖 P13的机身内部也极致简约 机头有一根皮托管进气道,里面有个管心 穿过管心中间扩张孔的气流,经减速增压后 为燃烧式提供压缩空气 其余从管心外圈穿过的空气,也在扩张流道内减速增压 为燃烧式提供冷却气流 皮托管后面是个每分钟60转的空心金属环 机翼内侧前端储存的煤粉 通过螺旋输送杆,到达金属环之作的空腔 然后落入金属环内部,再从金属环表面的小孔甩出去 与压缩空气混合 此时驾驶员身后的煤气罐通来的管子 向金属环喷射助燃火焰 使煤粉持续燃烧,燃气向后膨胀 从尾喷管喷出,为防止烧穿机体 管心外圈出来的压缩空气 会贴着燃烧式的内壁流动,进行冷却 于是机翼空腔和这几个零件 就构成了康奈克罗恩燃煤冲压发动机 为了让发动机达到每小时320公里的启动速度 P13需要由火箭助推起飞 额定推力1.3至1.5吨 即使超过音速 机头的皮脱管会由于顶着一道正激波 而将癌流减速为亚音速 然后继续在管内减速增压 因此在0.8到1.4马赫的速度下 它的进气道都能保持很高的效率 向燃烧式提供压缩空气 但制约该机超音速的 是它厚度很大的机翼 接近音速时 一弦中断的气流会提前达到音速 形成阻力很大的弓形激波 同时造成波后气流分离 引起激波失速 所以该异形跨音速阻力很大 即便有3500磅推力 也只能加速到0.9马赫左右 如果你为此遗憾 那么力皮施温馨提醒 这可是1944年 0.9马赫足以吊打任何飞机 同时后时的机翼还有大用 由于机翼内段的前半部分 要储存一吨重的煤粉 而后半部分是燃烧式空间 因此足够的厚度必不可少 同时机翼的厚度 也使钢制的大量和异类 具有更大而坚固的尺寸 与机翼前缘的钢板蒙皮 共同构成了坚固的相形空间 之所以如此结实 是因为该机要靠撞击来解体敌机 所以飞行员前方还要专门加强 因此近期到的皮托管 并不是普通的铁皮 而是一根从威廉一式组传下来的 普鲁式老铁管子 它坚入磐石 使P13以接近音速 在轰炸机群里来回穿插石 能够从容地撞掉敌机的尾翼 且自己基本毫发无损 同时这架截击机太小又太快 导致敌机难以瞄准 即使被榴弹击中 驾驶员和身后的煤漆罐 也被防弹钢板保护 而发动机里更是除了甩煤粉的框子 就压根没有什么可被打坏的零件 所以击落它十分困难 而它击落你最多只需要一个来回 但突然间一切都结束了 P13的测试滑翔机DME 以及利皮尸和它的团队 被美军悉数俘获 从此美国人揭开了 三角翼战斗机的新篇章 首先发展出康维尔XF92 并据此研制出F102 最后搞出当时最好的截击机F106三角标枪 现如今我们在品位XF92时 会发现它的机头造型 原来是在向P13的那根老铁管子致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